話說昨天說到,司馬恢和羅大凱是要趙魯別說清楚那塊雷公墨究竟是甚麼回事 趙魯別吃完煙,吹了一輪水後就說,這塊雷公墨不是人都供奉到的 司馬恢也估計趙魯別在吹水 你想想,去甚麼地方才能每天找一對烏雞白犬呢? 這個人挖了雷公墨,肯定有其他的企圖 他明知在追問下去,趙魯別也不會老實說,就算了 這個時候趙魯別已經吃足煙,將該說話都說準 就開始起身,鑽入條地縫那裏 其餘三個人開始夾手夾腳幫他拉著條繩 小心地將他放入條地縫裏 趙魯別用手拉著草根和腳撐著土層 撥開一層一層的營火蟲卵 他們觀察過,這裏應該是先有隕石跌下來 後座有地裂的,如今那一塊黑貓貓的雷公墨 就是這樣不上不落地放在地縫當中 和縫壁之間吃著那個位,僅有拳頭這麼大 似乎你不停地動它一動,它隨時都有可能順勢跌到深淵 但是趙魯別不想令主屬的鴨仔飛上天 所以他非常之小心翼翼 他叫司馬灰再放多第二條長繩 跟著倒下去之後,輕手輕腳地將雷公墨綁起來 再嘔嘔它,綁實正了 跟著仰仰馬燈市上邊的人拉一塊雷公墨上去 他們一見到趙魯別的訊號,即時洗陣全身力氣拉那條長繩 誰知是否太用力 在黑暗當中,忽然間揣出一陣藍色的火焰 嘩,好像鬼火一樣,頓時將地縫裏照到光橙橙 趙魯別在旁邊閃都閃不及,被那一下火焰辣到正 痛到呱呱聲吵,跟著兩隻腳不停地在那壁上猛咽 一眨眼功夫,那條好像鬼火一樣的藍火焰 就將兩條長繩燒斷了,令趙魯別和雷公墨同時跌回到縫裏 跟著黎沙驅下,迫迫將它們活埋在地底 唉,城郊的墳地霧月附近,藏有很多火教 那什麼叫火教呢?就是含有沼氣的動月 其實都是那些死屍腐爛之後融解,變成沼氣而形成的 大家都知道,沼氣是可以燃燒的 長年蜜蜂在地底,一旦突然之間外露和外界的空氣接觸 再加上剛才那塊石和洞壁之間的磨擦,即時著火 亦都是抵趙魯別死的了,他要找的是雷公墨 剛巧就叫了一個充滿沼氣的火教 他還叫人拿條長繩去拔石 即時著火不單止,還搞到洞壁都想了 不需要插出一串火球,搞到他連人帶石 一起被鞏入地逢的深處 在這個時候,司馬虎他們三個人見到出了意外 不得了,連忙趴下看什麼情況 接著見到黎沙區下,馬燈都關閉了 下面一片漆黑,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幸好雷公墨附近就是營火蟲產卵的地方 所以有無數受到驚嚇的營火蟲 即時都從那條縫裏面飛出來 接著先依稀有些光,隱約見到趙魯別的身影 原來他跌落地縫之後,在距離地面三十多米深的地方 幸好被一塊凸起的岩石擋住,就沒有再跌下去 但是現在攝住也動不了,都不知道是生還是死 司馬虎在上面喊了幾句趙魯別,沒有人回應 怎麼辦呢?於是打算下去救人 羅大利即時勸他,喂喂喂,這條地是浮泥層 隨時都可能會想的,你爬下去嗎? 嘿,那你就學他這樣,隨時被人活埋的了 哎呀,別動了,別動了,現在不是你認聰明的時候 想清想楚先啊 夏勤亦都比較焦急,但他比羅大海更加無主意 哎呀,那怎麼辦呢?我們快點去叫人來幫忙吧 司馬虎雖然知道,這次是非常危險 但他覺得趙魯別也算是個有本事的稀奇人 如果不明不白就這樣死在這個荒郊野地 所以未免太過可惜,自己也不可能眼白白看著他死的 沒辦法,救人要緊,都不顧得再想多少 他摸摸自己身上紮上那條武裝帶,跟著心生一計 對了,即時拿了羅大海和夏勤兩個人那條皮帶 叫他們兩個在上面接影,跟著就翻身捐入地縫裏面 羅大海和夏勤本來還想阻攔他 但一看司馬虎的招式,即時嚇了一跳 如果是正常人,無論是攀上去還是爬下去 都必定是頭向上,腳向下 但司馬虎剛好相反 他是頭向下,腳向上 他兩隻腳是微微彎曲,用腳尖勾著岩石 跟著插開雙手,支撐著土層 不斷交替變換支撐的重心 好像一條士錦蔥的鹽蛇那樣 貼著一塊土壁上邊游走移下 兩個人以前從來未見他耍這種手段 所以這次第一次看,看到張開嘴巴 嘩!哎呀!不斷lig太有本事 呢?原來《司馬虎》這一手 是有明堂的 這一手,是他早上所傳的 六林絕記,蜶子盜 Hait 又是叫做盜脫虚 聽都寫,蜶子排,本來就是民間雝記入一種 中國最有名的雝記之鄉 在哪裏?就是吳橋 在吳橋這個地方,上至到九十九歲,下至到剛才會走路,無論男女老少都會幾樣絕活 如剛修成不好那年,成群結隊,到外鄉賣藝為生 這是他們當地從古代就有的傳統,亦都說不清是從哪個朝代開始形成的風俗 沒多久之前,在吳橋附近還出土了一座魏俊時期的古墓墓中的壁畫上 畫了古人用土皮頂著碗蝶子爬、火流星等古老的雜技項目 講明這種絕技在吳橋這個地方自古就有,歷史非常悠久 雖然說,在近幾百年的雜技項目當中 古代的絕技蝶子爬早已失傳 但在舊時的軍隊裏,卻有幸得以將其繼承並保留下來 在軍中會使這套本事的,大多數是受朝廷招安的綠林盜冊 他們在偷城爬營時,就能夠倒立起來 以腳勾著城牆的邊角,快速地攀行而上,見者無不吃驚 所以就叫做蝶子倒爬城 話說這個時候,司馬灰施展蝶子倒爬城 爬入條地縫當中,去救趙老別出來 這頭我們繼續講講,司馬灰為何會認識蝶子倒爬城? 不是說這個絕技失傳了很久嗎? 其實是因爲,司馬灰的早上曾經是清末的軍官 又是綠林當中出淚拔水的人物 實在可以說是有通天徹地的本事 所以才能使得這一墨,至今仍然有傳隱 因爲司馬灰自小是跟隨文武先生吃過夜粥的 所以當然就學會了蝶子倒爬城 只不過從前一直沒有機會在人前使用 這時候就講回司馬灰了 他提著一口氣,貼著條地縫不停地向下移動 三兩下手勢就爬到了趙老別身邊 借著附近飛來飛去的營火蟲 他發現趙老別口鼻都流血,早已不省人事 幸好他身上穿的皮奧夠了,算是救了他一命 雖然燒傷燒得很嚴重 但用一手探一下,發現還有鼻息 背上去,說不定還有得救 司馬灰即時反轉身 用一條皮帶綁著趙老別的腰 另一條跟自己身上的皮帶扣在一起 就將趙老別綁在身後,不停背上去 幸好趙老別這份人瘦猛猛的皮包骨 沒有幾兩肉 司馬灰就在部隊裡訓練過 可以說是比較紮實好力 正想從沿路爬上去 但這時候忽然聽到趙老別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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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像我拔司馬灰,用手指有氣無力地指指地縫的深處 司馬灰倒在頭看看,哦,終於明白了 原來下方半米之內,他這裏沒多遠 幾乎可以說是身手可及,就是那把雷公脈下落之處 趙老別的意思只是說,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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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仍是不捨得那片千載難逢的雷公墨 還想叫司馬虎帶上去據為己有 唉,但司馬虎背著趙老別 爬在洞壁之上已經非常之辛苦 而且地層裏面的土石 這個時候不斷地鬆動 那些黎沙奈還傻傻地向下跌 他一看不見路 哎呀,活命要緊 說知他什麼雷公墨 於是深呼吸一口氣 又是司展蠍子爬 繼續爬向地面 那這頭說回地面上邊 羅大海和夏勤 他見到那些肚殼大快大快地跌下去 有幾次幾乎將司馬虎活埋 不由得替他擔心 哎呀,幸好 現在終於見他接近地面 即時出力地拔他上來 他們剛剛離開地縫 接著聽到一聲 接著大量的黎沙土石 就已經把地縫埋不透風 這一次真是徹底封閉了 雷公墨和無數的營火蟲 傾黑之間全部閹蓋在地底之下 都難以重見天日 哎呀,話說這個時候 司馬虎已經是大漢搭細漢 坐在地上扯光 他剛才情一時之勇 現在想起來都害怕 如果走遲一秒鐘 這個時候果不定都埋屍地下 羅大海見到司馬虎完好無損 那都安樂些 跟著去看趙魯別的傷勢 看完他便嘆了一口氣 哎呀,你看呀 年宵大跌 這份人可以說這次就沒得救了 恐怕送去醫戀也浪費了 不如趁早挖坑買他那個 如果不是人家以為我們殺他 那就糟糕了 司馬虎定一定神 跟著說 哎呀,好不容易才從地底底 拿他出來 你怎麼都想過辦法 不斷搶救他 起碼開張死亡證明 證明不是我們殺也好 你碰一下他的腿 還有氣的 怎麼能夠說埋就埋的呢 哎呀,司馬虎 我們又不是醫生 我怎麼會搶救人呢 不信你自己過來摸一下他 這個趙魯別 現在出氣多入氣少 半邊臉都燒到焦了 人就掉了整個血糊塗 眼耳口鼻都分不清 你說怎麼救啊 救好都沒用啦 司馬虎這個時候 忽然想起一件事 是呀 夏勤的媽媽是軍區醫院的醫生 他受家庭環境的分塗 多少都懂些醫術的 於是叫夏勤快幫趙魯別看看 看看有沒有得救 夏勤還不滿十六歲 哪裡經歷過他的事呢 他雖然是懂得些少的醫學常識 但是這個時候 見到趙魯別這樣的傷勢 心裡只有一個字 方 哪裡還懂得施救呢 更何況他媽媽是醫生 沒錯 但他是苦科醫生呢 但司馬虎這個時候 不理得那麼多 只要有一線希望 就死馬當活馬醫了 他即時拔著夏勤就說 哎呀夏勤 苦科醫生都是醫生 你不會有太多顧慮 更何況老趙是一個將死之人 他都不會在乎你是苦科醫生 還是什麼醫生 只要你是醫生就可以了 夏勤經不住司馬虎和羅大海 一番哀求 只好撞著膽去檢查趙魯別的傷勢 看真點 除了臉硝傷特別嚴重之外 勒骨也斷了幾條 刺破了撞氣 造成了大量的內出血 所以口腔裡面 一狗狗吐出來的全部都是血 呼吸斷斷續續 神知時有時無 唉 這個羅斯墳地處荒膠 看來送到醫院又來不及 就算在這裡救也沒有工具 那怎麼辦呢 好了 究竟這個夏勤 可不可以把趙魯別救回生呢 肉之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回來再說 我們明天回來再說 我們明天回來 神奇迷 神奇迷 神奇迷